来看到宜兰的游艺场惊爆 有五人群聚感染 案1202是游艺场的大夜班员工 传给了三名同事 还有一名常客 至今感染源依旧不明 而社区防线是全面拉紧爆 由于这个游艺场的楼上就有饭店 附近就是罗东夜市 罗东闹区是紧急消毒 但是游艺场密闭空间通风比较差 加上出入复杂难以匡列 医师直呼这简直是噩梦 大楼通道全面消毒 从看板墙面到楼梯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罗东一间游艺场 员工爆出群聚事件 案1202 5月9号出现发烧无力等症状 就已裁检11号确诊 CT值20病毒量高 家人同事常客也立即匡列 35人裁检 竟然有4人呈现阳心 游艺场的话这是一个噩梦 第一个就是进出人是无法掌握 第二部分就是说 现场的空气也是不好 工作场所一口气爆出4人确诊 案1208 1209和1211都是游艺场 女同事CT值介于11到25 其中案1215月8号曾有不适 另外两人都没症状 案1210则是游艺场常客 CT值12 5月9号曾出现咳嗽腹泻 依然一次爆出无力确诊 但感染源到底从哪来 感染源到现在还没有就是说连结上 大概跟这个航空公司 这个的关系极低了 的确这五个人里面是有着 到外线市的经历 是确诊者去外线市感染 还是外线市不明感染源入侵 爆出感染的有一场 楼上就是商务旅馆 走路10分钟就能到罗东夜市 尤其发病期间 正逢母亲节周末 大批观光客涌入接触复杂 也是贪伤忧忧忧忧 虽然足迹指框立有一场 但网络盛传确诊者 去过连锁素食店大卖场跟夜市 主汇中心没有否认 几个路径 我知道我们到现在的疫调 还没有看到 肚子饿去买个东西 那这要持续的在这疫调 另会传出有确诊者的小孩 就读当地一所学校夜间部 校方表示目前学生 裁检阴性校内完成消毒 学生也放防疫架 任何牵涉到学校 目前都是安全的 宜蘭卫生局火速匡列 但1202回退发病前两日 都还在密布通风的 有一场工作 公布足迹亡羊补牢 就怕病毒已经悄悄带出场 记者林医生 彭新美 宜蘭报道